各位原来乡亲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期的国语新闻 新闻一开始就来看到 县府争取经营部技术处的SBR计划 协助在地产业进行研发以及创新 也就是帮助业者在目前的营运状况当中 加入新的想法以及作为 而今年总共提供了1600万的经费补助 有三四件的申请案件通过 而今天在县府举行的签约仪式 对方新兴科技产业 传统产业 观光休闲产业 除了现有的经营模式 还能加入什么新点字 县府配合中央推动SBR计划 只要是县内领友工商登记证的业者 都可以提出一套计划 就现况不管是技术面还是产业研发 提出创新做法 然后审核给予经费补助 而此次收到的44件计划中 有34件核定通货 以观光休闲类的富翔饭店来说 他们就是在饭店加入艺文展演元素 让游客不再只是住宿这么简单 富翔饭店提出的内容 大概就是结合观光休闲 然后展演跟工艺三大主轴 来营造一个文创的平台 让宜兰的一些文化观光休闲的部分 能够在角落发酵 为观光客提供加值的服务 为在地的文创产业提供一个展出的平台 申请类别分新兴科技 传统产业 健康产业 观光休闲与文创产业五大类 各类代表厂商今天和县长林从贤 共同签署意向书 代表着将合作 让产业技术服务创新再升级 每一家企业他自己的生意 要建议自己的品牌 是建议商品的经济力 投入研发的机会 在台湾政府所谓的通计 跟申请国家来比 我们要是有一个落差 所以政府现在就是开始了 每一天来担任这个触媒的角色 所以我不想说这个业维一点是完全有效 继续这一档带动一个开始 继续我们的企业开始 知道我们如果没有在技术 要是在服务上可以尊求新的科学 我相信这个部分 我们要在世界市场 要是台湾市场 甚至在以南市场 会受到很多的条件 透过SBIR的计划 也能强化市场竞争力 增加产值与产能 进而带动在地就业机会 一旦新闻记者宏图 汉从不到